歡迎來到我們的美食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有一系列精彩的新聞要跟大家分享 從政治經濟的大事 到美食旅行的小情趣 應有盡有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美國總統喬拜登 如何在《華盛頓郵報》的評論中 試圖描繪出一個經濟和疫情恢復的樂觀圖景 儘管通貨膨脹的陰雲仍然籠罩著他的努力 接著 跨越到泰國 我們將一探究竟那道在佛教新年期間 備受歡迎的傳統美食 冰水浸泡的香米飯 淘汰的魅力所在 凱特無建家投資對鮑利斯亞的情況下 依靠建物推動投資來促進經濟尊重的傳統模式 已經達報了極限 我們還會帶你瞭解英國最大的酒吧公司 是正比如何在金融風波中掙扎求生 以及一款被證明能減緩二次海木幣進程的藥物 在康比面臨的市場推廣挑戰 在農業領域異常影響深遠的禽流感疫情正在蔓延 而在政治舞台澳大利亞的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 最後我們將為大家介紹一道 摩洛哥風味的羊排配塔布勒的食譜 這道中東菜不僅味道鮮美 而且製作方法簡單是一道非常適合家庭聚餐的佳肴 從全球經濟的微妙平衡到英國旅遊業的新趨勢 再到廚房裡的美味佳肴 我們的節目涵蓋了各種話題 希望能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我們將帶您深入了解這些精彩的故事背後的細節 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中 美國總統喬·拜登試圖描繪經濟和疫情恢復的樂觀圖景 但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正阻礙著他的努力 儘管就業持續增長和失業率低 拜登在處理經濟方面的支持率卻處於負面區域 差距顯著 選民們將日常物品 如食品、汽油和住房的價格上漲視為不滿的來源 例如 雞蛋的價格從2020年的每打2 9美元上漲到今天的2.99美元 而從2019年到2023年 食品價格上漲了25% 儘管政府試圖通過政策來減輕壓力 例如降低處方藥成本和垃圾費用 但這些嘗試要麼無骨而終 要麼遭到批評 然而 拜登解決通貨膨脹的能力有限 90%的控制權落在聯邦儲備系統手中 介於目前沒有經濟衰退 且價格上漲速度超出預期 聯儲不太可能在近期內降低利率 另一方面 BBC報導了泰國的一道清爽美食 冰水浸泡的香米飯 這道傳統菜肴在佛教新年4月期間食用 套柴最初由緬甸和泰國的孟族人創造 幾個世紀以來發展成為泰國皇室共鳳雜菜肴 套柴的準備工作非常具體 要將茉莉香米徹底清洗以去除所有澱粉 然後蒸煮後 淨泡在加入茉莉或玫瑰等花香的冰水中 才會配以蝦醬餃子 雕刻蔬菜 牛肉乾和精緻的蛋巢等小菜 由於社交媒體的推廣 和人們對傳統泰國美食日益增長的欣賞 這道菜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在英國《泰勒格拉夫報》 報道了英國最大的酒吧公司 Stongate如何在避免最後關門的邊緣掙 Stongate擁有Swag Wallet、Soukaiets等酒吧連鎖 以警告如果無法重新融資其20億英鎊 約28億美元的債務 其繼續經營的能力將面臨重大不確定性 作為英國最大的酒吧運營商 該公司在財年末的總債務超過30億英鎊 這些困境反映了由於生活成本危機 通貨膨脹導致成本上升和消費者行為改變 所引發的酒店業的下滑 Stongate的問題反映了更廣泛的 私有股權擁有的企業面臨的問題 曾經看似可管理的債務變成了嚴重的問題 Stongate沉迷於2010年 當時私人股本公司TDR Capital 從Mitchell's Bar的手中收購了333家酒吧 Stongate的大部分債務來自於2019年 收購競爭對手酒吧公司iGroup的交易 該交易使Stongate承擔了17億英鎊的債務 而這正是在英國進入封鎖前的幾天 利率上升加劇了公司的問題 增加了償還債務的成本 從拜登政府面臨的經濟挑戰 到泰國傳統美食的流行 再到英國最大酒吧公司的財務困境 這些故事反映了全球不同領域內的挑戰和變化 無論是政治領袖試圖解決宏觀經濟問題 還是傳統美食在現代社會的復興 以及企業在經濟壓力下的生存挑戰 這些故事都展示了適應變化和尋找解決方案的重要性 在醫學領域一個引人注目的突破 是首款被證明能減緩阿爾茨海默病進程的藥物 來康比的問世 據美聯社報導 這款藥物自美國市場上市一年多來 銷量卻意外緩慢 在戰物增加出自快包裂下降的情況下 B超戰物追蹤從自來究竟經濟增長的傳統博士 已經拔爆了極限 但來康比的推廣和使用 卻遇到了重重阻礙主要的醫院系統 花了數月的時間才開始使用它 一些保險公司則拒絕提供覆蓋 醫生們預計由於萊康比的有限影響和潛在副作用 一些患者會猶豫是否使用這款藥物 此外 儘管研究顯示 萊康比能夠在患有輕微症狀的人群中 延緩疾病精神幾個月 但一些專家表示 這種延緩可能對患者來說太微妙 難以察覺 而藥物可能導致的大腦腫瘡和出血風險 也需要患者定器進行大腦掃描來監測 與此同時 在農業領域一場影響深遠的禽流感疫情 正在蔓延至更多的農場動物中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這場疫情已經影響到了8個州的超過2打奶牛場 而這僅僅是在美國最大的蛋機生產商 發現起機制中有病毒數週後的事情 儘管如此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B也表示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 這種情況會對消費者健康構成風險 也不會影響洲際商業奶產品的安全 這一點無疑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一室安慰 儘管禽流感疫情的蔓延 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在政治舞台上 澳大利亞的政治格局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報導 自前總理斯科特·穆里森辭職後 自由黨在庫克選區的補選中贏得了勝利 自由黨候選人西蒙·肯尼迪 贏得了超過2分的選票 而勞工黨沒有參選 儘管庫克被視為自由黨的安全席位 但這一結果仍然受到了廣泛關注 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在補選前 對選民的冷漠態度表示擔憂 選民投票率比以往下降了約13% 一些選民對於沒有勞工黨候選人 可投表示失望 而另一些人則對自由黨候選人表示滿意 這一事件不僅凸顯了澳大利亞政治格局的變化 也反映出選民對當前這狀況的複雜情緒 從醫學到農業再到政治舞台 這些報導揭示了社會各個領域中的重要事件和挑戰 無論是二次還摸病藥物的推廣困境 禽流感疫情的蔓延 還是澳大利亞政治格局的變動 這些事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進程 而對這些事件的持續關注和應對 將對未來的發展產生聲援的影響 在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折中 Telegraphic中 一群佔據者竟然佔領了 位於倫敦的級別 埃埃列民建築 由著名主廚戈登拉姆齊擁有的 設政公園的精品酒店和餐廳 現在被一群堅決的佔據者佔據 他能不僅將門所交死 還在廚房裡大顯身手 當地警方被告知此事 但認為這是一宗民事糾紛而拒絕介入 拉拒絕介入 但發現要將這些佔據者驅逐出去 並非易事 這位名處於2015年以25年的期限租下這家物業 此前他在一場法律戰中失敗 另一方面Bloomberg帶來了一則關於全球經濟的報導 指出歐洲中央銀行BCEB雖然保持利率穩定 但官員的暗示如果通脹持續降溫 嚴重可能會降息降低借貸成本 將有助於刺激掙扎中的歐洲經濟 與此同時 美國經濟基礎穩固 但通脹率過快 並聯邦儲備系統感到壓力 該報導還涵蓋了包括以色列、菲律賓、 泰國、塞爾維亞、 新西蘭、烏干達、秘魯、南韓和加拿大等地的 中央銀行動態 並討論了全球重新武裝趨勢 及其對財政脆弱的西方政府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英國隨著疫情後 飛行價格的上漲 以前的度假熱點不再舒適 以及國內多樣化的旅遊信力 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國內度假 或者StakeTarting的一篇文章 精心為每個月推薦了最佳的國內旅遊目的地 從斯科利島的溫和天氣和海鳥觀察 到蘇福克多彩的花朵和步行活動 再到阿伯丁郡常日照多樣地貌和文化節慶 文章還提到夏普郡的奧林體克遊戲 諾森國蘭的露營樂趣 諾森國蘭的露營樂趣 騰布羅克郡的海岸美景 新森林的秋色 貝爾法斯特文化盛世 威爾法斯特林的史前遺址 海陸維克南埃爾郡的星空 布雷肯比肯斯班 乃布雷奇尼歐格的冬季風光 以及澤西島的春季美食節 這篇文章不僅展示了 英國豐富多彩的旅遊資源 也體現了國內旅遊業的恆活發展 這些報導從不同角度 展現了當前世界的多樣性與變化 無論是城市的意外驚喜 全球經濟的微妙平衡 還是旅遊業的創新發展 都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 這個時代的複雜性與魅力 摩洛哥風味陽台配塔布勒食譜 塔布勒是一道流行的中通菜 由草藥、蔬菜和小麥蒸煮製成的 粗糧布爾格小麥組成 食用的小麥量可以根據地區和餐廳的不同 而有所變化 小麥用的越多 通常意味著成本越低 這個食譜要求使用少量的布爾格小麥 讓草藥的新鮮味道更加突出 這道菜通常作為梅澤一種 中床作為梅澤一種中東式的 開胃菜拼牌的一部分供應 或者與肉類或魚類一起食用 食譜還包括了用香料 和檸檬皮調味的陽台的烹飪說明 《市連博報》的內容 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 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 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 學者、科學家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6Subrify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以後 諸以後